第二七题 右图是光有甲介质进入乙介质的折射与反射路线图 折光的行进方向何者正确 我们晓得反射定律入射角要等于反射角 所以这里是50这里是30 所以这里不会是入射角跟反射角 同时这边是所谓的法线 折射定律 要是我们说入射线折射线要在法线的两侧 所以这个这条线跟这条线不会是入射线跟折射线 所以应该是这条线叫做入射线 然后这条线叫做反射线 这样就会有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同时呢这条入射线这条是折射线 就会所谓的入射线跟折射线在法线的两侧 所以我们从看看了出来 我们的选项B呢是正确的 所以第二七题问我们说 折光的行进方向下为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